嗨,大家好,我是Benny,相信大家的家都会有旧手机 今天呢,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子把旧手机变成CCTV camera 只需要两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你们的现正手机和旧手机 安装一个app,名字叫掌上管家 先去Play Store 搜索掌上管家 在现正手机呢,安装红色的 Play Store 掌上管家 安装蓝色的 这个第一步呢,就完成了 这台呢,是前阵手机 出现第一幕呢,就选择cancel 看到,是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里有一个Generate QR Code 出现这个QR Code 好,这里等一等大家,我们等下才来连接它 这台呢,是你们的现正手机 这台呢,是你们的现正手机 这里可以快速的注册 点击下面的Facebook register 这样就注册完成了 这样就注册完成了 第一次使用呢,选择add first streamer 好,掃描前阵手机的QR Code 好,掃描前阵手机的QR Code 我把它关闭 好,现在我来试一试 哈啰 这个App呢,除了可以让你看到 现场的影像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声音 试用于看老人 宠物,baby等 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希望这个Video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这个Video下面comment 我们会意义的为大家解答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Video 请你like我们的page 和share去给你的朋友 谢谢,bye bye